然後再來是中低收入的營養午餐 以及低收入的輔助 低收入的健保補助 中低收入的兒少健保 馬上關懷的專案 這個是每一戶 大概一到三萬 青年安家專案 以及中低收入戶健保補助專案 其實除了這些 還有蠻多 針對所謂的中低收入 進貧 先貧的這些補貼方案 我請教這些 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我想我們不能夠單從經費預算等等 就是說來看到 當然就是說錢不是萬能 有錢也沒有錢當然萬萬不能 那但是就是說這裡面 他能不能夠有效的輸送到 有需要的人的手上 以競品補貼的這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從去年10月開始開辦之後的話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 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這裡面就是說 因為他是用前個年度的報稅資料 就是說所以就是說在領的很多的人 他其實他的身份狀況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有老師 有警察 要小工廠的老闆等等 他反而領到就是說通知 那真正就是說有需要的人 因為他的就是說 稅籍資料上面的時間差等等的話 他沒有辦法就是說領的 那所以就是說實際執行的經費 事實上是有限的 所以才有這一次所謂的就是說第二階段擴大 因為就是說發現錢剩太多 就是說達不到原來預期的效果 那馬上關懷的這個部分也是啊 就是說授權林里長 那然後去發錢 然後他有兩萬塊錢的權限 但是林里長事實上就是說他沒有 個案評估的經驗跟專長 那也有擔心之後的就是說圖利的問題 所以絕大部分的里長不敢執行這樣子的業務 那然後他們沒有辦法就是說 有效的去執行這樣子的業務 所以他這個部分的話 看起來琳琳滿目 但是實際執行的績效 事實上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我就要請教你 然後所有的政策在執行 一定會有一定的落差 那個執行率絕對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 我的問題是說 如果說有一百個急需幫助的人 而這些政策可以幫助到八十個九十個 難道不也是一個 當然他如果說能夠達到這樣子的 就是說比例就非常的好 以競品補貼來講的話 今年編列的預算 就是說原來行政院編列的預算是202億 結果還沒有開始執行 光只是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說統三一個額度 要求行政院自行調整 然後內政部就自己放棄25億 就是放棄了一成多 那還沒有執行 就是說就放棄了一成多的就是說預算 202億裡面放棄了25億 那就表示就是說 對於這一個就是說經費的 就是說編列預算等等的話 就是說事實上他們是沒有把握的 然後也沒有就是說 他根本沒有 沒有把握就是說可以執行的完 所以一有要刪減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主動放棄這樣子的預算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真的能夠就是說有效的 那然後輸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上 楊委員你自己怎麼看 就是說這些政策的實際的成效 其實我覺得首先就是說 這個5.81的這個失業率 就在預估有63萬 這個是針對這個勞工人口的這個部分 那麼有剛剛我們這個理事長有講說 領這個失業 失業給付 失業給付 因為他有一定的限制 譬如說超過六個月以上的 這個這個失業的情形 那後來內政部特別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補救 因為這是勞委會 我們按照這個這個勞委會的這個這個失業的補助 那在這個救急的方面 剛剛那個王榮章先生 他特別講到就是說 是有一些這個執行上是有一些落差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在非常緊急的狀況之下 那麼就像主持人剛講的 那麼面臨到失業的時候很顯然的 那不只是一個這個勞動者他的收入有限 這個停止 還包括就是說他整個家庭的需求 所以我是覺得說 也許這個馬政府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這個手忙腳亂 而且這個動作也不是非常快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緊急關懷裡面 其實核發的數字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講 到98年4月30號為止 總共有2萬8千多 那麼核發有4億多 4億8千多萬的那個 那跟這個98年3月 核定有5391件來比較 就是說有2萬多到 從5千多件變成2萬多件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個金額實際上是有 有這個相當有力的在執行 但是我不認為說由村里長來報 就一定是什麼什麼圖利 什麼我覺得不可能 尤其在這種緊急狀況之下 我覺得村里長他們我自己本身也是村里長出身的 我很清楚就是說政府在整個核定的過程裡面 他也是有一定的這個條件 所以基本上包括就是說工作所的補助方案 這個確實就是說在當初在針對工作所得的時候 可能在調查的時候沒有做到非常的準確 但是實際上後來他們也做過一個調整 那大概預計第一次大概合格人數有23萬人次這樣 第二次也是這樣子累計就 所以說政府在面臨這樣的一個世界性的這個金融危機的時候 當他沒辦法很快為所有的民眾找到最好 最適合能夠綁造綁這個保障生活的工作的時候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從各個角度去關懷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次的做法 雖然我們還是沒辦法避免有一些家庭的悲劇 但是說實在的話在2002年這個失業率也高達5.17 那個時候我也是在當立委 那個時候的自殺跟那個跳樓 那個多的 我相信 你去找那個數字 絕對遠超過今天我們看到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這樣子就覺得滿意 不是 而是說這一次我覺得政府有真的很用心在做 就是說他做到比較細的部分 就是說包括這個補助低收入的健保費 還有補助中低收入 家庭的兒童的這個健保費 還有兒童的這個學費 還有就是他們的這個營養午餐 另外就是說連那個富康巴士的這個調 調漲的這個油價的差額也都加以補助 就是說我覺得內政部在這一次的 這個針對這樣的一個即時性的 沒辦法給大家有長期保障的情況之下 即時性的這個協助 他們算是做得很快 那麼至於就是說我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短暫的 我們現在應該稍微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的這個股市也比較活絡 然後這個世界其他各國的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回暖的狀況 那當然像這個歐美國家美國的失業還高達八點九 這個德國的八點六 整個歐盟最最糟糕的西班牙還有十七點三六的失業 但我們不能自滿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藉由這一次 我們可能需要更加努力的就是說怎麼樣做比較長期的經濟發展 因為很可能這個半年的這個補助或一年的這個救失業的部分 甚至剛剛我們這個這個理事長也提到就很可能等一下會談到就是說這個補助方案裡面給這個我們的大專的這個青年的短期就業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在救急的狀況之下 所以未來我是覺得就是說我覺得至少在救急這方面 馬政府在這部分 相當努力 而且你可以從很多的數字看得出來 包括他的預算裡面 社福的支出裡面 單單這個救急裡面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年度 像九十六年度就增加百分之一點四四 那九十七年度就追加預算相當的高 高達百分之八點七七八 那都九十八年度的時候增加的數 數字高達百分之二十八點四 對這一塊是非常熟悉 但是我還是強調說 站在社福人士來講的話 當然希望政府能夠做得更多 因此永遠 不能夠滿意 但是站在 我也不會很滿意 但是一定 但是站在 執政黨的立場 他覺得說其實已經很努力在做 很用心在做 如果說嚴老師您站在一個學者的立場 如何看待這一年來臺灣在所謂的經濟弱勢 社會底層這些民眾遇到了多嚴重的困境 而這些困境政府做了多少 不過再請教嚴老師 之前我們來看看 不只是這些民眾遇到了 所謂的非常嚴峻的考驗 就連幫助這些社會底層的社運團體 社福團體自己可能也無法生存下去 這個是雙重的困境在考驗著臺灣 我們來看看 現在臺灣包括社會底層跟社福團體 到底面臨到什麼樣的險峻 政黨輪替後 兩岸關係和緩 受到金融風暴重重的經濟 也慢慢看到止疊的訊號 行政部門對未來執政充滿信心 但社運團體卻對未來的發展感到擔憂 因為在過去的一年來 他們看到了社會制度的問題 卻無法和政府對話 政府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和民間人來對話 引氣復甦了 但是勞動為止沒回來 那事業力繼續走高 繼續創新高 那樣的問題才是臺灣社會未來一年到兩年 所要碰到的問題